你看啊 每一到这夏天的时候 大家都特爱吃这个凉拌菜 很多人说北方有一个这个凉拌碗菜 其实跟你说实话 就是很多能直接生食的一些蔬菜 放到一起就可以了 你看今天呢 我们做这个凉拌碗菜的这个食材比较丰富 苦菊 紫甘蓝 鲜腐竹 洋葱 黄瓜 水发沫 已经焯好的了 然后还有我们香菜 我们今天放的是什么呢 放的是味极鲜酱油 因为我们今天量要有点大 我们来两勺 然后呢 香醋啊 我们也来这么两勺 然后适量的盐啊 少许 因为我们酱油放的很多了 这样呢 我们这个白糖呢 来这么一勺 然后香油 这个现炸的辣椒油啊 放两勺 为什么是现炸的呢 现炸的辣椒油啊 香气比较浓郁啊 来 你看我们来两勺 家里我们有花椒油的话 你也可以放一勺 都没有问题 我们把它搅拌均匀 这时候我们放什么呢 这个拌菜啊 尤其是北方吃啊 离不开我们新鲜的这个蒜末 这儿既提味呢 其实说白了 还有煞举消毒的作用啊 我们来多来一点的蒜末 来 搅拌均匀 您看啊 这个奇妙啊 有粘度的这个汁 你看是有粘度的 咱就兑好了 然后把这个洗好的蔬菜啊 我们放到一个碗里啊 来拌均匀 您看啊 这个汁啊 我们给它搅拌均匀之后呢 哎 我们就倒到这个 已经啊 洗好的蔬菜当中了 给它拌均匀啊 就可以了 您看啊 我们这一碗的啊 这个盆菜啊 就拌好了 的确是在夏天吃呢 尤其是喝着啤酒 喝着白酒都可以啊 真是清脆 爽口啊 非常的那个 下酒啊 也非常的好吃 如果你喜欢呢 请给糖大厨点个赞